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2日 哇,來啦,新措施啊 話說不知道是不是時運高 平時都沒有見過那些小魔鬼怪的 但是呢,就不排除有些人時運低嘛 就是我的朋友那些 逛逛逛街,啊,跟著啊 見到這傢伙吃冥強的 這麼恐怖的那些人 就是放在一角仔吃咯 亡魂啊,沒辦法 走不過屎門關 就是要任職這個牛頭馬面 條靚,就是找條鎖鏈鎖住他那些 啊,今天先講回正題 就是講著呢,放寬 啊,放寬 就是黃師傅那些,黃飛鴻 啊,寬 還有這個科德興師傅啊 梁寬與科德興 啊,一指看完 我們看他講什麼 林鄭月娥說的 即使每台呢,上限 如果你要放寬的話 放寬至六個人 那就是說你的大宴會 如果想搞婚宴呢 才會有六個人以上的 那他都不是很苛刻啊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這樣看啊 那你想做六個人以上的生意呢 那,員工和顧客啊 啊,都需要打疫苗 就是說呢 現在酒樓餐廳各樣的 啊,又有新花症啊 你如果想招待六個人以上的桌子呢 那你就要設立一些區域 啊,專門去招待那些打了針的顧客 啊,打蛇尖鎮啊 那還有啊,除了要打蛇尖鎮之外呢 那些人也需要啊 啊,做什麼啊 安裝那個安心出行 是不接受田子仔的 他還分階段 即是他樓下的那群人 就真的足夠足夠砌給他 如果大家還記得之前 他不是派錢的 還記不記得4千元 你要符合上面的條件 你就可以拿到那4千元 真是屎了都還沒天亮 那這次就輪到食肆 那當然啦 我相信我們這些不鼓吹的 食肆各樣 仇恨這個中央 以及仇恨這個特區政府 所以那群人 乖乖地慢慢設立 一個有一個區 不要違規啊知不知道 打屁股啊做差屎啊 那都是你們的光榮 那我們看一下他 怎樣分階段實施了 第一階段就是如果 寫program你就知道 If then else statement 那條件就是說 如果你符合這兩樣東西 食肆的員工呢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 廚房那班算不算 還是樓面才算 就是清潔阿姐都要算 那我相信是後者居多 就算你穿著 可能個Hello Kitty公仔出去 站街上招收那些 新的食客 他都可能要你打時候真真 因為他沒有說到 食肆員工的意思是什麼 還是老闆用不用打呢 喂我管你盤生意的 你管你也要新鮮事出的 打劑時候真真 那食肆員工 就打了手劑的疫苗才行 而顧客呢 又有用到安心出行 於是乎 你就可以每桌 做到六個人以上都行 做大生意大茶飯 還有糖食呢 你可以搞到晚上 黑十二點都行 烏燈黑火的時候 然後你走到街買東西吃呢 例子就 即是糖食啊 就只有這些了 那我想是跟酒吧那些都有關係啦 你酒吧才開到這麼晚 所以這個是特惠 特惠那些酒吧 那第二階段放寬是怎樣呢 你如果又做多些呢 他又放多些給你 我知道好悶啊 大家當什麼聽好呢 當老夫子的情節聽吧 都挺有趣的 因為我覺得 視乎你的觀感 如果你覺得這些東西 是用來限制自己 你就很不開心的 聽到 但是你沒有這個需求 照道理 他限制不到你的 你最多是 放婚宴的時候 沒有人來而已 拍烏鷹而已 是吧 Hello我坐過來 一台十個人 請帖 就有朋友仔說 紅炸彈也不用玩 還好啊 有藉口了 我還沒打疫苗啊 怕懲罰你啊 不要啦 你又說得挺好聽 那你不是天天擺酒 我想不關你的事 你買外賣而已 應該要你買外賣 以防他做不出 一步步的 即是就來 不要呼吸 吃了含紹半步釘 都好過一天全包散的 一天全包散呢 即是有時限 含紹半步釘 你可以符合條件 廢話 我們一天全包散 是用七種不同的毒蟲 再加上鶴鼎 提煉七七四十九日而成 無色無味 殺人於無影無蹤 我們含紹半步釘 是用蜂蜜 村配 吉梗 加上天山雪蓮配制而成 無需冷藏 亦不含防腐劑 除了毒性猛烈之外 味道還很好 吃了一天全包散的人 一天之內 會武功全實 經脈易流 胡思亂想 以至走火入魔 最後會全包散而死的 沒錯 而吃了含紹半步釘的朋友 顧名思義 是不能行前半步 或者面露笑容 否則也會全身爆炸而死 實在是居家旅行 殺人滅口 別秘良藥 多少條件 順帶一提 科興好啊 科興 無需冷藏 至少符合這個條件 我們又看看 第二階段放寬 是要符合什麼條件 首先 在食肆那裏 就要設立一些叫什麼 clean song 你令我想起 醫管局那裏那堆 什麼dirty team 現在你玩什麼 這堆人呢 打了疫苗 所以就乾淨 clean song 有特權人士 專門招待 打了手劑 或者兩劑的疫苗食客 廢話 即是你說手劑就行 手劑都可以放寬 即是兩劑都可以 你放那些 阿伯阿婆 即是根叔根嬸 那些 那麼久 那麼難得 才捱過這個疫苗關 以防他們不大無大量 走去clean song 那裏吃東西 對不對 直接給你看 你看我們吃東西多方便 其實我不覺得的 我呢 是很壞那些人來的 即是我走路的時候 如果我想進去幫襯 我見到一條隊長一點 我都不排的 自己回家煮就算了 個個好像我這樣 十顆都像 真的 另外還有的 不只是吃客 即是那些吃客 你要分開 有clean song 那我就不知道 應該有浸卡 疫苗護照 是不是 怎麼知道 你到底 是不是混進去clean song 那裏的 怎麼check 現在那些人都說 你寫字仔很難check 那些 那現在你整個clean song出來 怎樣去確定 那些人仔 到底是clean 還是dirty 但我都很同意 很贊成政府這樣做的 我覺得食肆要做足些 就是排隊各樣那些人 如果不符合clean song的定義 你要找員工一直在指罵他 你dirty 你dirty 你骯髒 你安裝 那就是一流 能夠做食肆做到 這麼配合政府的話 一定是賺到盆滿盆滿 生意興隆 財源廣進 出入平安 安心出陷 那另外呢 就不單止吃客 員工都要接種兩劑疫苗 嘩 你想一下 整間食肆 他的員工全部都接種兩劑疫苗 廚房佬也好 笑美佬也好 樓面也好 捧餐也好 清潔阿姐也好 管理阿叔也好 加上老闆都打了兩劑 一定是大茶飯企業 想不到勞工市場 能夠這麼快請到 接種兩劑疫苗的人 老實說 平機會都出了手 好簡單 你能夠接種兩劑 他又不限你復必泰 一定是科興的 我很鼓勵人們打科興 我都說了 其實呢 我覺得 中央是欠我一件黃馬垮的 我這麼努力宣傳科興 而且還用身體力行去 不過M套不能打 衛生局講的 你找回去算帳 除非放寬 跑步氣速 這些沒辦法 敏感 還有就是要開家庭會議 那七姨婆 那五叔公 那四嬸 那八叔父 那兒子 那兒子 那五姨婆 那八姑媽 如果他同意簽紙的時候 才可以在家庭企業 容許我去打 九代單存 所以是很配合的 有拖 就沒有欠 所以如果 你在自己的CV上寫著 接種了兩劑疫苗 你一定發達都一次 那些工作 那些工作 搶著搶你 對不對 肯定不會是失業人士 肯定不在失業大軍 那十幾%那裡 幫你找工作 家下政府 雖然沒有這些事情 大家一起找工作 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現在 有大部分的人 沒得做工 你呢 有打的是這兩劑 你就有得做了 不過計算是不對 你現在全部是退休人士打的 你那些不用做工 打了兩劑都沒有用 怎麼做員工 想不到現在的勞動力 真的這麼飄忽 我們就不講這些了 講一下你會獲得什麼 講一下政府的好東西 政府就給你們特權 可以放寬到怎樣 很開心 首先那個乾淨的區域 但是呢 我提一提食肆 你如果左手邊 香港的做飲食的 真是很大地方 挖個clean zone出來 做爆了生意都像 特別招待 但是呢 我提一提食肆 在那裏 寫了是clean zone 麻煩旁邊 那些人不認得 你記得寫著dirty zone 知道嗎 記住啊 dirty zone clean zone有什麼特位呢 就是你每桌那裏 可以增至百人 如果你可以負責 screen那些客人 有進去的時候 那些客人全部都打了兩劑的話 如果他只打得一劑 你就當場跟他打多劑 那就搞定了 那張桌子呢 就可以放寬到十二個人 那沒有啊 有些缺席 可能放一隻紙紮公仔都計算 罰你錢 不好意思 所以叫跟足政府指示 知道嗎 那另外 宴匯人數那裏最重要了 你要make sure 你的奔客 請回來的那些紅炸彈 如果有人說什麼 人不到禮都到 你怎麼回應他 送一隻紙紮公仔給他 想要我的禮 賀賀你 不過不要說他先 說回這個宴匯 哇 正啊 千人宴啊 人數放寬至一百人 很開心 是不是 還有給你延長 那個時間可以去到兩點鐘都可以 凌晨兩點 是不是很開心 開心出行 那難得政府 新鮮滾熱辣 有這麼多得證出台 當然要幫他宣傳一下 就是這麼簡單 還有 呼籲食肆 記得謹記 人家叫你做十分 你做足一百分 大家錄而已 永遠為你做足一百分 記得設立Dirty Song 好 今天講到這裡